哈喽我是大脸没有 那最近呢混元3D更新了2.5的版本 效果呢是非常的不错 这期视频呢就分享一下 如何从混元3D到ZBrush半小时内搞定龙头雕刻 首先呢来到混元3D这个网站免费注册一个账号 模型这里呢一定要选择2.5的版本 每天免费生成24模型 那对于个人使用来说呢基本上就足够了 这里主要使用的是图绳模型 分为单张和多张图片 那为了更好的效果 我这里呢使用了两张图片 一张正式图 一张测试图 随便使用哪个AI图片工具都可以 只要最后得到这两张图就行了 先把正式图拖过来 再把测试图拖到这里 两张图足够了 然后点击生成模型啊 因为是免费的可能需要排队 稍等片刻 模型生成好了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效果非常的不错 点击下面的白模 那整个的细节呢都很到位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80%了 接着在右侧这里可以选择导出的格式 我这里呢选的是OBJ 因为需要导入ZBrush中呢 做进一步的处理 点击下载 得到模型 接下来呢在ZBrush中导入刚才下载的模型 首先呢到几合体编辑下 打开修改拓谱 点击焊接点 保证模型呢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没有断开的地方 接着键盘B键 C键选择这个笔刷 然后打开上面的Sculptrix Pro 那这个笔刷呢是可以结合它一起使用的 可以为模型继续添加细节而不会遇到面数不够的情况 在笔触下打开Sculptrix Pro把菜单呢移到右边来 那么有的3D笔刷并不能结合Sculptrix Pro一起使用 这里呢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随意使用任何3D笔刷 而不用担心面数不够的问题 选择Standard的笔刷 打开Sculptrix Pro 接着强度调成0 然后呢把细分尺寸调低 来到线框图模式 在想要增加细页的地方绘制 你可以看到那绘制过的地方呢面数就增加了很多 但是呢模型的形状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那这个时候呢切换到任何的3D笔刷 不管是否开启Sculptrix Pro 那么在刚才绘制过的地方呢就能画出有细节的形状 不用担心面数不够 基本上就是用这套方法来给模型添加细节 先使用零强度开启Sculptrix Pro的Standard笔刷 绘制想要增加细节的地方 再用VDM笔刷添加各种想要的细节 那这个时候呢最好关掉Sculptrix Pro 不然呢会非常的卡 并且使用这种方法在添加细节以后呢 还可以使用调整最后一个来调整形状的强度 接下来呢给模型加入一些纹理细节 那用这种方法使用Standard笔刷 把想要添加细节的地方呢都刷一遍 但是当面数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再也刷不动了 也就是说呢已经达到了Sculptrix Pro的上限了 这个时候不用管它先给刚才刷过的地方添加细节 键盘B键S键选择这个笔刷 调整一个合适的笔刷强度 就可以为整个模型添加细节了 那这个笔刷呢特别适合雕刻龙啊怪兽啊 等等这种生物的质感 当添加完这部分的细节后呢 在Z插件下打开简面大师 点击预处理当前子工具 那第一次处理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久 后面处理起来就会比较快了 接着再打开简面大师这里输入一个百分比 那我这里呢是用了25% 点击抽取当前 这样模型既保持了之前的细节 面数呢也降下来了 之前没有刷到的地方呢 就可以继续使用刚才的方法添加细节了 如果再碰到刷不动的情况呢 就再次使用简面大师来简面 如此循环往复 那使用这种方法呢 基本上是用不到细分的 熟练掌握后呢 整个的过程是非常的快的 完全是另外一套工作流 能大大的缩短制作高膜的时间 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希望能帮助到你 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了你 我们下期见